轩姐的A9啊,非常的尴尬 跟住吧,胜算有限 盖掉吧,又不死心啊 于是直接做了400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 大本的口袋7,加注到了1000刀 香港家位的JR,勾勾三败到了3000 专位的Nikarbo,轩9不同色盖牌 大盲位的Francisco69盖牌 前往口位的刘轩 轩姐这拿到一手三四红袍并没有入池 翻牌A圈圈 哎呀,这Nikarbo郁闷了 他几乎每一手牌都入池 唯独这回一张圈没有入池 而两人是过到合牌 哇哦 因为翻牌面的那张A4在 JR的勾勾和笨德琪琪都没敢动啊 最终合牌JR打2000 奔2000刀都没有去跟住 其实这手牌如果Nikarbo入池的话 即便合牌拿到炸弹 似乎也拿不到太多的支付啊 有那张A4在 继续来看牌 老Mike K9加注到1400 轩姐K圈300到了5600 轩姐翻前非常的凶残啊 这手牌如果翻牌面看到K就有意思了 老Mike决定还是要赌一把 4000多块去追一张K或者两张红桃 翻牌A4红桃只有一张 没追到K还看到了一张A4 轩姐翻后继续开枪 12000的底时打了3000 啊 3000都不到吗 老Mike也是特意问了问啊 我没听错吧 2400是吗 行吧 2400就2400吧 打这么小 真挺像一张A4的 老Mike说 你亮一张Buff给我看看啊 这样我也可以骄傲的跟别人说 嘿 刘轩跟我打拍啊 他都得去Buff才能赢我 可轩姐表示 我才没有Buff 看来轩姐啊 还是非常在乎自己的牌桌形象 接着看牌 尼凯尔布拿到了AKCUT 加注到了1000 老MikeA6黑桃扣下来 大本装位 K勾300到了7000 这直接是把战斗升级了 这个300的额度啊 还是比较高的 而Dustin拿到一手口袋石 哎呀 这手口袋石真的不一定能够入池啊 口袋石扣了 那这尼凯尔布啊 看到一个跟注 一个三败和一个再跟注啊 JK肯定是要直接去打的 为什么呢 因为Nick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他根本不相信 BEN如果拿着AA 会在翻前推一个这么大的三败 这张牌桌上的AA 只有面对一个非常大的 类似于四败的时候啊 才会反手推油印 而翻前一个非常大的三败 很少会表示着AA这样的牌力啊 笨是怎么玩AA的呢 笨一般都是先手选择 Limp等后面人去加注啊 果然这个四败也是成功的劝走了笨 那Nick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毕竟Dustin啊是想选择拖三败入持的 而口袋石想去接一个OIN很明显也很困难啊 石石勾勾圈圈这样的牌啊 只有大老板接OIN的时候才会不眨眼 这Nick说要不你先跟下来 咱看看翻牌再说 跟下来也确实得看翻牌啊 这个冷笑话真的好冷 最终Dustin还是选择了盖牌 并没有把自己的口袋石玩到底 Nick也是把牌啊晾给了Dustin看了 也是换一种方式再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在做Buff 接着来看这手牌 又是口袋石对上AK啊 是刘轩用口袋石先手做的加注 而JR呢拿着AK红桃只做了2200刀的300 这手口袋石跟住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哎呀翻牌一张A4 口袋堆子最讨厌翻牌面掉A4 宣姐翻后有可能会扣一条街甚至两条街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扣到底 JR翻后开枪1500刀很轻 刘轩跟住 转牌会有转机吗 一张十一张十 没有啊一张五 说实话今天晚上刘轩的中牌率仍旧不高啊 JR 完了 轩姐打牌JR已经没有镜头了 转牌JR打3000 刘轩没有再纠结直接盖牌 果然哈斯拉的摄像师啊 是懂摄像的 知道该把镜头给谁 继续来往下看 哎这是换荷官了吗 胖姐走了 背头哥来了 背头哥比较擅长 你看 比较擅长翻牌面发三张同色牌啊 我记得我有一期视频啊 连续四手牌啊 翻牌面全是这样的牌啊 都来自于背头哥 这手牌呃 只有老迈克拿着一张红桃 呃 哎呀 因为尼卡尔伯在啊 牌桌也是变得非常的喧闹啊 这手牌也是哈斯拉高额桌上难得的和谐 到合牌啊 底持才有2000多 而老迈克有一张红桃和弗兰西斯科是过到了最后 红桃8确实不够大 但是我觉得也足够老迈克和牌开一枪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J20勾不同色加注到700 Dustin K3黑桃跟注 笨的8勾不同色也选择了跟注 哎呦 背头哥呀 你是懂发牌的 翻牌面又来了 三张方块 不但是三张方块 还是一个顺子面的 Dustin尝试着用一手卡五的顺子听牌打了1000 而JR有一张方块石选择了跟注 转牌是一张好牌 JR拿到铜花 比方块石大的牌啊 他都喜欢 Dustin转牌继续开枪 还是一个半持的下注 毫无疑问 JR是不会盖牌的 再次确认一下啊 自己是有一张方块的 JR could have 跟注 然后合牌翻块石 过牌 一个check check 我是这么猜的 哎 JR does fall the flush JR啊 你可是JR啊 什么情况 那个跟注40万的底持 都不眨眼的男人啊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怂呢 继续看牌 老迈克一钩黑桃 加注到600 没人跟得动吗 Dustin大忙位 已经到底了 一手K10不动色 call了下来 翻牌 A's K10 哎呀 这个牌面对老迈克来说啊 并不是很友好啊 顶对和K10两对的战斗 老迈克翻后开枪 1500的底持打1000 Dustin并没有着急往回推 他还需要点时间啊 搞清楚 老迈克是不是有一张A's 转牌 Dustin转手为攻 直接下注 这下从迈克的反应啊 就能看出来老迈克拿什么牌了 跟注 那基本来说啊 这个牌面还能跟得动的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一张A's了 哇哦 最终合牌是一张红桃圈 哎呀 老迈克逆转了 牌面现在单勾成顺 而且三张红桃 Dustin很郁闷 自己的K10两对 能做的事情有限啊 他只能祈祷着老迈克别有勾 然后跟自己过到底就好 老迈克反手打价值 这手牌 Dustin把底石控制的还不错呀 也不算很大 最终扣了老迈克的价值下注 底石被锁定在了16500美刀 继续往下看 宣洁A9不同色 加注到了600 这样装位啊 K10黑桃扣下来 火星哥大忙位 到目前为止 这好像是火星哥 打算尽吃玩的第一手牌啊 三败到了3300 宣洁的A9啊 非常的尴尬 跟注吧 胜算有限 盖掉吧 又不死心啊 于是直接做了400 哇 10600刀 或许宣洁也是预感到了 今晚自己啊 重牌率低 并不想把战斗拖到翻后 JR本身就是扑了600入池的 没什么威胁啊 对宣姐来说 JR盖掉 火星哥问了问刘轩的后手筹码量 眉头一皱啊 乍一看 对手好像也没多少钱呀 那这1万刀肯定是有大牌 一般来说 如果两个人底池够深的话 那这一手三四红桃比较值得玩 因为隐含赔率会比较好啊 但是宣姐后手只有4万多 火星哥表示 我不跟你玩了 这个时候 尼卡尔伯又用自己憋脚的中文啊 在调侃着宣姐 刘轩你做四败 是要送钱吗 好 这一期视频呢 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见 暂且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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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且告一段落